灯具设计研究 背景研究 发展的现况 灯的出现让人类文明大要紧 也让夜晚变得舒适美丽安全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如今灯具的功能已不再是为了照明指示 更成为了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体 LED的出现提升了灯具的功能性及美学型 像是可调亮度、色纹、多色光等 可应用在多种产品上 灯具设计有注重功能性、美、装饰性 也不乏兼具的产品 甚至为了迎合人类习惯产生的产品 像是电脑荧幕挂灯 接下来依照明目的种类分为六个项目 并依每个项目产品的共同特色 定下三个关键词 首先是工作 关键词是功能、方便、品质 阅读 关键词是护眼、弹性、质感 所谓弹性指的是可调整性 依照每个人不同的阅读需求 调整色温、亮度等 请进 关键词是色彩、造型、效果 装饰 关键词是特色、故事性、风格 主要照明 关键词是全局、亮度、和谐 这边 这边主要照明指的大部分都是客厅的吊灯 或者是吸鼎灯等 具有高亮度的灯具 重点照明 关键词是局部、聚焦或柔和、辅佐 其他附加功能有放置物品、无线充电、互动性、挂钩或吸磁 计时、折叠、刻组装性、搭配音乐播放、扩香等 其他特殊用途的灯具 像是养殖保温灯、消毒灯、植栽灯、熔柱灯等 使用环境大致上有这七种 接下来是竞品研究 左半部是产品规格以及特色 右半部是使用者回馈 使用者 我的定位的对象是需要夜间哺乳或换尿部的妈妈、家长 照顾婴幼儿大部分需要在夜间时常起床 但是又不想因为这样子而一直打开大灯 影响到枕边人或是其他孩子们的睡眠 所以就需要一款夜灯来帮助照顾者 痛点或是需求 依照刚才竞品研究 右半部的使用者回馈做了规纳 上面是优点 下半部是缺失 分为三个部分 外观、操作、其他功能 框起来的部分 是我认为比较重要 或者是比较多使用者回应的部分 使用者可能的需求或是诉求 主要的可能有简单操作、直观、富有充电座、好拿取、造型、美感、简洁、圆润、在黑暗中也能轻松找到操作且不影响睡眠、可调整性、即时等 次要的有安全兼顾 这是每个产品都必须附有的 第二是功能兼具情境 音乐播放 防止孩童之不正当操作 预计的解决方向 想解决的问题或是体现的理念 第一 能在不影响他人或自己睡眠的前提下 在黑暗中简单操作 第二 造型圆润且好拿不易滑落 可能是由造型或者是由材质 去改善这部分 第三 定位是作为 哺乳妈妈们贴心的好伙伴 顺基方向 主要改善产品的操作方式 让外观引导使用者操作或是简化步骤 也需防止孩童随意操作 以免造成产品的不正当使用 例如亮度太亮之类的 并在产品简单化及多功能之间取得平衡 谢谢